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营 做灯营的时候 应该有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拇指接着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持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扬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扶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读外 应该稍微往前扶 然后第五个 尖笔就是后仗 或者是树战 第六个 我们双目 即使必见 第七个 射夺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辄的 就是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勾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山谷金刚树一呢 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幽闭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像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指探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行 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 就是这样呢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一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 从左臂空当中的 出三次鸽起 心里面观像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些罪业呢 以红色气力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双数度这个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 从两臂空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鸽起 出三次鸽起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像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质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力的方式呢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面对修母传 还有这个延续周啊 以知乎菩萨的这个 这个三清长的这种 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做的这种价值 啊啊哦哦哦哦 由于担心 在通过我们的这种价值 有处 거는 靠靠靠,格安,注射玺冰山,注射爬 打淡,格安,注射 。 我们让家 장난 cheg乎,像这 立 George中国同이�国同य的人 。 我们让家挺队俯量的閒 fond 。 我们缘 prosth proper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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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七智供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 观修的时候 先皈依和发心 然后在三宝所依面前观想 利他事业非常广大的佛陀 菩萨 以及对自己有发愿 和没有发愿的这些善知识 在他们面前自己想 当时释迦牟尼佛没有转法轮的时候 像梵田 地势田 他们供养有限海洛和一般法轮 其实有限海洛在古代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一般说 有限海洛里面的动物不是一般的动物 说是一地菩萨以上的 有限海洛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如果用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特别吉祥 会出现种种的瑞香 所以现在我们海边经常有一些海洛口 那可能是一地菩萨的比较多吧 好多居士都是拿来 以前在藏地特别难找 上师如意宝去印度的时候都是一直 好像当时印度也没有 我们有一个叫什么 那个印度叫嘎 忘了 现在那个城市 在那个城市听说是有有限海洛 后来有一个法师给上师如意宝供养一次 法王显得特别欢喜 也说了 说是凡是有限海洛里面的众生 以前那个贝壳里面的那个虫 只是一地菩萨以上才能转生 也有这样说 所以有时候在佛堂里面 自己在供品当中放一个有限海洛 还是功德很大的 当时他们供养这些 佛陀已经宣说佛法了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经常观想 自己幻化成无量无边的身体 然后供养颜色 无量无边的 像有限海洛 珍珠等等 其他在诸佛菩萨面前 开始祈求转法轮 因为很多人必须要请求 没有祈求的话 有些人因为对世间的各种行为生厌离心 或者说不开心 种种原因的话 有些人天天要祈求 每天都是今天不穿 明天不穿 那这样每天都是 拿一个有限海洛来求啊 求啊 我们有些法师是不是这样的 好像也没有这样啊 我们还是有一个高阳证词 法师必须传法 如果我们没有说的话 有些法师可能自觉地会传 有些不一定 他可能以各种理由 累或者痛苦等等 其实我们应该转法轮 不管是怎么样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就觉得没办法了 除此之外 转法轮是最有用的 而且听课也是最重要的 因此作为菩萨 也应该 菩萨和善知识们通过清修以后应该遵循 自己心里也这样关系 如果实在是有一些方便的话 到一些上师 不愿意转法轮的 有转法轮的能力的 这些人面前 一直跟着他不放 你穿不穿法 如果不穿 我不走 我一直坐在你门口上 一直跪着你 一直这样 慢慢慢慢 他会穿 而今我们《普贤新闻品》里面讲的 所有力赞及共产随喜 好像这个颂词有点 全境转法 所有力赞供养 全球转法 怎么说 这个是吧 最后无言当中回向善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订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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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